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红星耳克承诺捐款5000万的事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辩习 更多的人是把它说成了一次成功的营销事件 用5000万换来了十几亿的流量 但是我看来并不是 这是一起中共拿14亿中国老百姓 作为筹码向现在手上掌握着 金钱和商品的国产品牌商家企业主洗脑的一次成功案例 红星耳克真正捐出了多少 大家都知道是20万箱矿泉水 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重要的是它向中共集权统治下中国的红十字会 承诺捐款3000万 向大家比较信任的一金金捐款2000万 承诺捐款 那这个呢 应该说红星耳克和中共的红十字会 和一基金之间 应该已经达成了一种战略上的默契 你需要什么 我买什么 或者是你要我出钱 我出钱 你要我出子 我出子 变成了这样的一种默契 其实有很多真正关心河南的 关心郑州的一些企业家 捐款捐物 被中共的红十字会 收取了10%的物资管理费 这个其实基本已经都快要上热搜了 但是被红星耳克一笔盖过 经过这一个营销案例 成功的案例 接下来 中共集权统治下 中国的那些企业家顺名 会越来越多 马云归顺了 马化腾归顺了 更多的企业家都会归顺中共 为什么 因为中共现在手上不单掌握着14亿老百姓 而且把这个老百姓当成了直接的网络流量 只要中宣部门向哪个方向引导 就可以给一个企业带来大量的客户 红星耳克的这一次就是很好的案例 大量的网红出现在红星耳克的专卖店 购买给员工 给下属购买红星耳克的产品 叫做非理性消费 红星耳克董事长还出来 表明大家要理性消费 不要再购买等等 稍操作 很多人看不懂 其实我就告诉大家 这其实就是中共想达到的一种效果 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顺我者生 逆我者亡 顺我者仓 逆我者亡 个人是这样 企业是这样 民族品牌 国产品牌更是如此 雷军被网友逼着去买一双红星耳克的鞋 来证明自己购买了红星耳克 众多的其他品牌纷纷挂出 我是战友来停止让网络报名的攻击 这一次其实已经有为市场营销 有为商业史 那么这是一起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一起洗脑时间 好 我是尹克 我希望每个观众都可以订阅Wolf Media 给平台点个赞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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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